吃饱了吗 好 如果吃饱了呢 我给你们说说 你们现在的处境 你们现在啊 在我的手里 这个地方呢 非常僻静 你们就是喊破了喉咙 也没人知道 反而会招致你们受皮肉之苦 明白吗 要是明白了 你点点头也行啊 好 这样最好 你看 有个配合的态度 咱们才能把谈话继续下去 是不是 严先生 我知道 那个手提箱里面 有非常重要的情报 可是 那个手提箱被炸飞了 那个情报是什么 也就不重要了 不过 我提醒你一句 你现在可是一个丢了情报的情报员 在你的老板看来 你可就没用了 共党也不会费力来救你 你现在可真是死路一条啊 不过现在 我可以给你纸条明路 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 地骨皮这个代号 不报什么 据保密局提供的情报 这个人 是共党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奸细 这个人 潜伏的特别深 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可是巧得 严先生 你是个知情人 你们只要乖乖配合 说出地骨皮的真实身份 哎 我宣某人向你们保证 你们不仅不会成为党国的罪人 还会受到党国的重用 这可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 行 严先生 你现在可以不说 你再考虑上一天 记住 就一天 嗯 年纪人 我希望你能考虑我的建议 什么信仰 牺牲啊 那都是骗人的 你是个聪明人 对不对 你看看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她还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你忍心 让她跟你一起吃香子吗 是不是 哎 那个谁 我们先都出去 给他们俩一个好的环境 你们好好商量商量 想想我说的话 呀 行 啊 感谢观看 亲爱 我们原本说好的 要结婚 要组成一个幸福的家 还要生很多孩子 我这一生 得好好爱你 保护你 可现在 我要失言了 原谅我 他们说的你都听到了 那些情报都毁掉了 但他们并没有杀害我们 原来是另有目的 地骨皮 他们想从我们嘴里知道地骨皮的真实身份 我现在在他们眼里 是其火可拒 这个名字 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们想从我的身上 顺藤魔挂 抓住地骨皮同志 亲爱 你我都知道 地骨皮同志 是一把深深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他在对立前线 十分重要 他一个人 发挥着千军万马 都不能撇敌的作用 我们必须要保护他 如果不敢说出地骨皮同志 真实身份 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折磨我 甚至折磨你 摧毁我们的意志 让我们崩溃 软弱 甚至投降 妥协 我会想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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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虽然我们的人生自由被限制着 可是我们仍然有选择生死的权利 我们要迅速 果断的在这间屋子里 结束我们的生命 姐 对不起 我想你提出这样无尽的要求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对得起组织 对得起通知 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 这也是我此刻 能够想到的最后话法 好 好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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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双手自由的话 我会紧紧的抱着你 我现在很幸福 give me the patience why 老爸 这陈渝说等密道一通 就送咱们走 可是咱们到了越南 如果没有传来接应 咱们还是会被困在那里啊 唐音杰想为难我 只要 严清明开口说话 跟咱们合作 他就齐祸可居 咱们就越过唐音杰 直接跟左部联系 到那时候 坐船 坐飞机 哪有咱们跳 哎 闻到 好像有五湖味 咱们下午 中华 老板 还有圈 下一丝了之 我告诉你 生腿瞪眼容易 可我骗不给你们痛快的 阿彪 老板 带几块打烊 找老板娘去 作为失火的补偿 这时候 别再生出什么事段 好的 老板 小姐的体温已趋于正常 再好好观察一晚上 明天天亮以后 应该就无碍了 真是辛苦江大夫忙了一天 我早叫人备好了饭菜 江大夫 请 今日我取征呗 要敬你一杯 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他要是有个闪失 不说了 千恩万谢 都在酒里 来 干 干 请 老爷 我有事禀报 什么事 就在这说吧 这儿 好像不太方便 还请老爷挪两步 咱们门口说吧 好 江大夫 你先吃着 我去取救婚 好 怎么了 到底什么事 老爷 出大事了 这伙人来历不明 他们背来的药筐里 藏的全是枪支和弹药 什么 老爷 你看要不要 把府里的阵位们 多叫来点 远远的监事 不要打草惊设 明白 好大的胆子 到我的黄平镇 居然死藏武器 这一觉睡得真沉 严先生 想死啊 真可惜 老天爷让你们在鬼门关那儿 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不成全你们 你现在没死成 还在我手里呢 无论你怎么蹦的 也翻不过我这五指山去啊 愿命 你们三个 打起点精神 无论如何 也别让他们再耍出什么花样来 是 是 老板 我们三个人也得睡觉啊 他们两个人一心求死 这万一一不留神没看住 那岂不是误了党国的大事 嗯 那好 先给他们打一针 把醉剂 无论如何 过了今晚生再说 是 好 说吧 江大夫 你和你的东家 到底什么来路 曲先生 我们就是犯药的 想借贵宝地 开个药铺 全都是谎话 犯药的商人 带武器防身 也就罢了 可那武器 全都是美式装备 手枪 手雷 还有那么多的子弹 一样都不收 还有 江大夫随身的药箱里 一定有一件 重要的武器 老六 在 是 啊 老爷 您看 这可是微型收发宝机 是最新式的秘密电台 这玩意儿 装在一个走南闯北的药贩子身上 有什么可说的 挺将的 说 你们这帮人到底是信国还是信共 来我的黄平镇 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听说外面的共军 已经占据了打半江山 将国军打得节节败退 这些人 恐怕就是共军派来的探子 前来卧底 踩盘子的 他们国共打内战 谁输谁赢是他们自家的事 我屈征北 平生不问政治 只求得在黄平镇安稳过日子 再说 我跟共产党也没什么冤诚 他们看什么 老爷 此话诧异 你想世外桃源 不问世事 可老爷你别忘了 如今百里之外的黎州 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宋太祖 那话怎么说的 卧踏之策 岂容他人汗睡 他们迟早要打到这里来 将黄平镇 变成他们共党的地盘 江大夫 好不 按照你们共产党的规矩 应该称呼你一声江同志 说 你们来我的黄平镇 到底所欲为何 若有半句隐瞒 你和 那几个共产党 我担保你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睡吧 沾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 麻醉剂的光 这一脚 保证你连梦都不用做 真是 一脚黑甜香啊 哼 真让人羡慕 委屈你了 俊之姑娘 啊 不 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 瞿二夫人呢 曲先生 您这辅商 可真是有高人啊 你这话 怎么叫 这种 微型收发宝机 是美国特工机构 前几年才研发出来的 别说你们这种 偏僻小镇上的人 就是北平上海 这种大地方的人 也没几个人认识 可是你们这位料管家 可真是见多识广啊 也是 老六 在 这么先进的物件 你怎么知道的 老爷 你别听他胡扯 他现在东拉西扯 就是为了转移话题 老爷 咱们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从他嘴里 掏出实话 我心里有书 老爷 不好了 小姐又哭闹了 什么 让你们好好看着小姐 一个都是干什么事 我去看看 老六 在 你先给我审着 是 有 有 都 有 有 有 五年了 你没怎么变 还那么漂亮 你也没怎么变 还是这么阴险毒辣 我曾经一直想不通 像我哥哥这样的人 怎么会跟你这样的人 成为生死之境 我们曾经数次生死与共 渠家的军火生意 在临近四省做的是风生水旗 为了垄断其家族生意 也为了在黄坪镇 这个三不管的地方 埋下一颗党国的主子 十年前 你哥哥来到这儿 制造了一系列 晋升的机会 赢得了渠政委的信任 成了这儿的大管家 一切计划进展的都很顺利 直到你来了 我的丈夫 四年前是黎州 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就是死在你的手中 我带着两岁的女儿 跋山涉水 九死一生 到黄坪镇来投奔我的哥哥 曲争被一家好心 收留了我们母子 他和他太太成婚多年 并没有孩子 于是他把所索 视为己出 我就是这样 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原本我以为 我会在黄坪镇 一直待下去 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对 你发现了 你的兄长居然是我的人 是忠诚于党国的人 他跟你在证件上 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一边是为了信仰牺牲的丈夫 一边是血肉相连的兄长 我实在不忍看着他们 手足相残 于是我决定离开 我要离开黄坪镇 你真聪明 一眨眼就重新加入了共党组织 还成了他们悉心培养的高级特工 我只是把廖俊之这个名字 深深地埋在了心里 和我一同去延安的一个女孩 在途中病死 我使用了她的身份和名字 我只是希望 我能够继承王府的遗旨 为了党 为了心中国而奋斗 是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 没想到 四年后 我们又在黎州重逢了 哼 我知道 你很恨我 因为我的手上 沾满了你丈夫的血 可是 为了现在这个小天使 你就是再恨我 也得听我摆布 除了向我低头 你别无选择 你曾经 领略过我无情的手段 哼 你也知道 为了党国的利益 你那个哥哥 也会利用这个小天使来要挟你 你低头了 屈服了 不仅把严谨领向了银楼 踏入了我们设下的陷阱 还把你们 出逃上海的路线 写在了钞票上 为了那个小天使 你背叛了你的同志 也背叛了你的信仰 我没有 我没有被担当 我没有 你这个傻女人 你以为 你曾经跟严静明同生共死 就能赎清你出卖他的罪行 我劝你 还是好好想想眼下的处境 你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了 你的所作所为 只能遭到他们的唾弃 你回不了头了 他们会理解你吗 会原谅你 所犯下的一切过失吗 不会的 他们会鄙视你 痛恨你 甚至要你用命 来补偿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 不 他们才是冷铺无情的 在他们黑白分明的世界里 从来就不给一个叛徒回头的机会 你还想保全你的良心 我的傻妹妹 谁保全你呀 谁来保全 你那可爱的亲身骨肉 现在请你吃的 还是静静 你别自己不识抬举 非得让皮肉受罪 都把枪放下 你们老爷现在在我们手上 不要轻举妄动 你们够狠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 去现场 虽然之前我对你有所隐瞒 但是我们的本意 并非是要与贵阵为敌 可现在你的人 手上这把匕首 还架在我的脖子上 亏你口口声声说 毫无冒犯之意 可你的枪 也都对着我的人 要不这样吧 我们各退一步 坐下 谈谈怎么样 你们 把枪放下 老爷 他们如此猖狂 应该多叫些朕未来 这些人 竟然有窜房越级的本事 恐怕小姐的房间 已经被他们悄悄溜进去了 索索的安危要紧 徐先生请您放心 我那个妹子就在小姐房间 小姐和保姆一切安好 好 你们把枪放下 都给我出去 是 是 好了 大家坐下 有什么话 不如当面罗对面鼓 说个痛快 请 请 请 屐先生 您的个性 真是说怪 那我也明人不说爱好 我们确实不是什么 犯药的商人 我们这趟进阵 是来找一个仇人 仇人 谁 这个人是前天进阵 是个过路后 此人就在阵里 他的名字叫靴子赛 跟我有仇 这人倒是面生的 老六 在 咱们镇子里 来过这么一个人吗 没见过 任亲眼前的路 如果你心里头还向着共产党那边 那你肯定要以死谢罪 而且死之前 还会遭到他们的唾弃 你要是能帮我 从严金明的嘴里 掏出地骨皮的身份 咱可就为党国立下了一大功了 海南也好 台湾也好 都有一条康庄大道 由你走 这只簪子 我知道 是 当初你那死去的共党丈夫 送你的定勤职务 你一直留着 你看 我多体贴 这几日仓皇逃命之时 我还替你保留着这个宝贝 哎呀 我知道 严金明一直深爱着你 你没一同生死过 只要你略失小计 一定能从他嘴里 套出地骨皮的身份 这份情报 可是你日后生存的重要码码呀 若得不到这个情报 你得死 眼睛门也得死 一天 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这个人应该没有来我这儿 拜过马桃 倘若他没有从我这儿 拿到铜牌子 全镇不会有一家客栈 敢收留他 也不会有一家饭店 敢卖给他食物 他们如何在这儿待下去呢 陆先生 你的情报是否准确 你的这个仇人 当真来了我们黄平镇 我的情报非常准确 我们是一路追踪而来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 光他的随处 就有四五个人 这么多人 若是没有我们的铜牌子 他们是寸步难行 可是这几天 我的确没有见过这个人 来拜过马桃 陆先生 我跟这个人素不相识 没有必要隐瞒他的行踪 这个人 我的确没见过 小河 你说头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万一让那帮老特务跑了怎么办 急也没用 头让我们保护好他们 免得特务啊 狗急跳墙 喂 你怎么了 我怎么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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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去 你去 你去 啊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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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他们所说的寻仇一事并不可信 我看 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吧 恐怕 他们是哪个山头的土匪 前来谋财害命的 廖管家 我说的都是真话 曲先生 如果我们潜入黄平镇 真的是想对你们取家不利 那凭我们几个人的身手 你想想 您和您的千金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吗 没错 你们的确没打算出手加害我和家人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们真是有杀意的话 此刻 你们已经成为我的刀下鬼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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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哥 他们使诈 用迷药把我跟胖猴迷晕了 好 敢在我徐家大院动粗 你们也太小瞧我黄平镇的阵位了 老爷 小姐怎么样 小姐安好 老爷 刚才那两个强人压着我和小姐的时候 我听他们说 什么国民党 什么特务 你先回去吧 待会小姐醒了 见不到你又会哭闹的 哦 是 老爷 我就说嘛 这伙人果然是共军的探子 来啊 把他们都给我抓下来 是 起码动头 好 徐先生 能不能给我点时间 让我跟你解释解释 都别动 听他说 徐先生 你深谋远虑 门下抢手如云 在下实在是佩服 没错 我们的确是共军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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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